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中国社会会长周小川出席并演讲 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博敖亚洲论坛副理事长周小川在今日举行的经济研究所建所90周年国际研讨会纪经济研究高层论坛2019活动上表示 观察当前全球经济 有一些新上台的领导人 完全违背经济学理论与常识 在体制和政策选择上似乎主要依靠商业直觉 我相信这种不尊重科学和前人积累的理论和知识的做法 终将会碰壁 但这种做法一定会消耗一个国家乃至全球的资源 这种做法终将会付出巨大无比的成本 以下为周小川发言全文 周小川尊敬的谢福瞻院长 尊敬的孤胜祖副主席 女士们 先生们 朋友们 早上好 在这个生机盎然的美好时机 我很高兴受邀参加经济所建所90周年国际研讨会计经济研究欧高层论坛2019 首先 我对经济所建所90周年华旦表示热烈祝贺 中国社科院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重镇 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 进行了创造性的理论探索 政策研究 发挥了重要的思想智库的作用 其中以经济所为代表的经济学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 一直是社科院传统优势所在 我们所熟知的老前辈孙野芳 许迪新 顾准 洛庚默 董府仍等一大批对中国经济理论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 先后在此耕耘不措 祝书利说 90年来 经济所为推动改革开放大力鼓与呼 在学术界有重大的影响力 在党和国家的重要决策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高培勇副院长最开始也做了很详细的介绍 90年来 是新的起点 希望经济所一如既往 以经济学综合性 基础性问题为研究方向 以重大经济理论问题和经济史研究为特色 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 中国风格 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刚才高培勇副院长 谢福瞻院长讲得很全面 我十分赞成 就不再重复 我个人在中国人民银行作为行长工作15年 如果再加上担任外汇管理局长 大概18年的时间 中国人民银行的工作 大量依靠经济研究所提供的理论 分析 观点和论证 评估 因此 我借此机会对经济所表示衷心感谢 今天会议的另一个主题是经济研究欧高层论坛 我也借此机会 除了致辞 发表几点议论 当前 观察全球经济 有一些新上台的领导人完全违背经济学理论与常识 在体制和政策选择上 似乎是主要依靠商业直觉 我相信这种不尊重科学和前人积累的理论和知识的做法 终究会碰壁 但是 这也会消耗一个国家乃至全球经济的资源 为这种做法将会付出巨大无比的成本 这也说明 经济学尚未像我们本学科的众人所想象的那么普及和深入人心 经济学研究和教育仍然任重到远 在我国改革开放早期 曾经一度 经济学者高度关注体制和政策研究 与改革开放共生存 与政策制定者的沟通甚为密切和频繁 随着时代的变迁 对体制和政策研究的需求逐渐走弱 理论经济学界也有些重点的转变 也出现一种说法是改革疲劳症 但是近两年内 全球出现的涉及贸易 投资全球化多边主义的体制和政策争论 似乎是在提示我们 体制和政策选择及其分析 论证仍旧充满争议 处于非稳定状态 而且是牵液发动全身的 他们仍将是世人主目的社会经济学问题 与此同时 经济运行环境也在发生巨大变化 信息 科技 要素流动 储备货币 收入分配等 都对体制与政策提出了新的挑战 等待着我们去应对 周小川 国际上某些领导人不尊重科学和前人积累的做法中将碰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